哈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收客老师八文超 我主要讲的是广告海报设计 那么在上讲课呢 我们一起把这个海报所需要的一些素材 放置到这个海报的画面当中来 那么这讲课呢,我们继续的完成这张海报 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的来去对它进行处理 这个卡通呢,先不用动 我们主要是先对这个文字进行一个编排 文字呢,之间也是比较有这个层级关系和关联的 它也有它的一个重点 那你像附近的菜场,它要推出,它要突出的是什么呢 肯定是这个近 因为近嘛,你就不用走得去太远了 当然知道,你必须也要知道 那你近的,离你近的是什么 是这个菜场 那么主要突出的呢,还是一个近词 附近,就近买 买起来呢,然后比较方便 那林家是什么呢,林家是做菜 他这个APP主要的意思呢,就是说 有两个,第一呢,我可以送新鲜的菜到你家 第二呢,你可以预约林家做好的一些菜 有这样的一个两个功能 所以呢,这个拿手菜呢,是第二个重点 那么对于重点的东西呢,你就是要突出 你要么换一下颜色,要么改它的大小 要么你在它的这个上面呢,做一些手脚 总的而言,要有重点的东西呢 你就肯定要去突出它 那么我给它变成选区了 这种选区以后呢,我要对它进行一个扩展 扩展的像素呢,你可以去先去尝试 可以放到这个35 自己去看一下,然后新建一层 天中摆设 这个时候呢,给它移到下面来 两个颜色呢,其实你也可以去对换一下 为了突出这样一个立体的一个效果 这个时候呢,你还可以去添加一些它所希望你添加的一些东西的东西 它是你提前去消灾号的 我想我们来说我们的这种项目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效果 对这个效果 也不需要 这种效果 我们在这个效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添加这些步手呢,可以用一些适当的一些步手呢,可以用一些蔬菜呢,去代替,这就是看你的一些想法了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快速的做,去看一下这个投影的一个做法 肯定要新建一层,然后去看它的这个灰度 在它的一个脚下去画 然后你可以有这个压力 然后以后呢,放到它的这个下面这一层 这样是有一个阴影的效果 然后呢,再进行一个变形 当然这个工具,工具有很多嘛,方法也有很多 你觉得它这块重了,那么你就可以去调整它 对它进行一个简单 去擦除,或者说你可以调整它的一个不透明度 这样呢,画出它的一些阴影 好 然后呢,然后呢,我继续的带它的这个 去想一些比较合适的蔬菜 然后呢,对它这个文字呢,进行一个装饰 对它 嗯 我们这个增加的东西 对它 是的 噢 是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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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呢你可以用一些西红柿 反正这些小元素呢 你都可以去用得到 这行小字呢 就是你可以用到我们之前所说的 如果你还是想去突出它 然后你可以给它加一些几何图形 甚至是这样的一个线条 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肆意的去做一个变化 这样的一个线条 这是你再去调整一个二维码所在的一个位置 然后给它呢 也是加加一些效果 加一些阴影之类的一些东西 而你这块的这个文字呢 你肯定是要去换一下字体 因为你这个认真的一些话题的时候呢 你肯定要用相对认真的一些字体 严肃可信度比较高的一些字体 当然这个时候呢 这个颜色呢你可能去选用一些比较清晰的一些颜色 而在下面的这些部分呢 你可以加一些小的文字 也是像有它这个自信电话呀 文件提示等等这些内容 这样呢 我们的一个海报呢 就完成了 它所要的一些东西 你给它主要展示出来 主要它图书的就是这个文字 当然你也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做成像这样的一个 手写的这样的一个 类似于书法题 这样字体应该也是可以下载的到 然后你可以变换再去变换一下 它们的位置和大小 然后或者去加一些修饰 乐空呢 你可以适当的去放小一点 然后拉上这个出血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些内容 快速的做这个海报 当然它们都是有层级关系的 有大有小这样的一个对比 看上去会比较协调 然后你可以去看一下字号 多少字号可以看得清楚 然后测量一下就可以了 这条课呢就上到这里 下条课呢 我们开始讲这个折页的规格 以及它的一个作用 谢谢同学们的收听 我们下条课再见